立院三讀通过劳基法遭劳团痛批是30年来最黑暗的法令 去年底曾上街挺劳工 台北市劳动局长赖湘林也提出三大质疑 加班放宽劳工月工时接近保全空服员等责任制劳工工时上线 形同让各行各业变相成为责任制 正常工时加加班工时都可以靠近230小时的状况下 如果长期是这个状况 第一个会有可能长期疲劳的问题 一定要有一些评估或者是对行业性的这个劳检要立即可以去规划 另外新法放宽加班时数界定不清增加地方劳检难度 举例来说某公司劳工一到三月每月加班54小时 三个月加总出勤已经162个小时 但劳检时雇主只要解释已经过了旺季4月不会加班 换算2月到4月只加班108小时并没有违法 相关检查指引里面要能够很明确让地方的检查机关可以有依据的这个基础 赖湘林也提问加班换补修没有明确时间如果造成劳资认定不同 最后将变成各说各话 个人的同意里面劳工愿意或敢说我要换补修 第二个没换完多久以内要能够发这个工资 继续过了 劳检法修正骂声比掌声多 时代力量也公布最新民调 52.1%民众认为新法实施对劳工保障减少 更有接近7成民众支持公投重审劳检法 而面对各界疑问 劳动部回应修法并未增加工时 至于劳检部分将在和各地方政府沟通执行技巧 东森采讯新闻成品扬照台北报道